隧道裡 藍色衣服的小男童 眼神充滿不安 還不會說話的他 靜靜被抱在醫師懷裡 幾分鐘前 他才剛經歷了一場浩劫 而抱著他的 救世花蓮慈濟醫院 骨科主治醫師吳坤齊 沒有感覺啦 因為就沒有自我 我們就是看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 看到一塊東西 撿到一塊東西 看一個病人 救一個病人 自己實在是沒有感覺 有感覺是 抱小朋友那一瞬間 覺得 好像這個生命 他沒有驚嚇這樣 意外發生當時 小男童的阿嬤 瘡倒在車廂裡嚎啕大哭 緊緊抓著受傷的阿嬤 不肯鬆手 吳醫師見狀 立刻把他抱在懷中安撫 小孩子只有硬一下 也真的沒有哭 他真的很乖 吳醫師在第一時間 隨著花蓮慈濟醫護團隊 趕底現場 救出一具具遺體 其中一幕更讓他印象深刻 一顆頭被壓到 只有兩本書的厚度 沒有一寸皮膚可以湊回來 有牙齒但看不到眼睛 整張臉血肉模糊 有一位女性的同胞 他已經被漂出車體 躺在一個破碎的 火車的肢體上面 臉部實在是不好看 而且是 沒辦法行動 醫師昆吉同時也是花蓮縣消防局救護大隊長 特總搜救隊校官 這次救援行動讓他久久無法平復 你可以想像那些絲塊在瞬間在高壓 瞬間的切割下的血清味道 濃縮在一個密不通風的地方 醫師難過指出現場很多身體都是半身 當下只能保持冷靜 魚童救災的兄弟迅速分工 幫助回不了家的罹難者 走完最後一程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